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生物技术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藻类发电站 绿色能源的微小工程师 二 生物胶囊 随时随地的微型药房 三 经音乐和 播放生命的旋律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藻类发电站 绿色能源的微小工程师 各位亲爱的能源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在绿色能源界 默默耕耘的微小工程师 藻类 是的 你没有听错 那些你在池塘或者海边看到的绿油油的生物 它们不仅仅是鱼儿的美食 还可能是未来能源的大工程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普 藻类发电站 或者更专业一点叫做生物光伏系统 是一种利用藻类进行光合作用产生电能的系统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这确实是真实的科技 而且还相当环保 藻类在进行光合作用时 会释放出电子 这些电子可以被特殊的装置捕捉 然后转化为电能 这个过程就像是自然界的小型太阳能板 但这里的主角不是无生命的龟 而是活生生的藻类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这些藻类就像是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小小工程师 每天在微观世界里忙碌住 它们的工作台就是阳光照射的水域 而它们的工具则是自己的叶绿素 当太阳升起 这些微小的工程师就开始了 它们的日常工作 吸收阳光 产生电子 然后把这些电子交给人类的发电系统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这是一场绿色能源的革命 当然 藻类发电站目前还处于研究和开发阶段 它们的效率和规模还不能和传统的太阳能或风能发电站相提并论 但是 随着科技的进步 这些微小的工程师们的潜力是巨大的 它们不仅可以在不占用太多土地的情况下产生能源 还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因为藻类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二氧化碳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那些绿油油的藻类时 不妨对它们投以钦佩的目光 它们不仅仅是池塘里的装饰 或者是海洋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它们还可能是我们未来绿色能源的重要来源 这些微小的工程师正在用它们的方式 为我们的地球贡献着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生物胶囊 随时随地的微型药房 各位亲爱的学生 同仁 以及对生物胶囊有助无尽好奇心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生物胶囊 随时随地的微型药房 这可不是你们平时在药店看到的那种胶囊 而是一种可以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的高科技产品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身体是一家药房 那么生物胶囊就像是那个不打烊的药剂师 随时待命准备给你提供所需的药物 这个药剂师非常特别 他不需要休息 不需要加班费 而且绝对不会因为昨晚熬夜看球赛而打瞌睡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科学 生物胶囊是一种利用生物技术制造的微型装置 它可以被设计来监测体内的特定条件 并在需要时释放药物 这些胶囊通常由生物相容性材料制成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人体内安全地工作 而不会引起不良反应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糖尿病 你的微型药房 也就是生物胶囊 可以持续监测你的血糖水平 并在必要十字动时放一岛素 这就像有一个隐形的小助手 时刻在你体内巡逻 确保一切正常 这不仅仅是方便 这是一场革命 但是 这些微型药房并不是随便谁都能开的 它们需要精确的设计和复杂的生物工程技术来制造 科学家们必须确保这些胶囊能够精确的识别体内的变化 并且旨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是放正确的药物剂量 这就像是制作一个微型的自动化机器人 它必须能够在我们体内的复杂环境中生存和工作 当然 这项技术还有很多挑战需要克服 比如 如何确保胶囊在不需要时不会释放药物 又或者 如果胶囊故障了怎么办 这些都是我们这些生物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总之 生物胶囊代表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未来医疗技术 它有潜力改变我们对疾病治疗的方式 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完美 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 这个随时随地的微型药房终将成为现实 所以 下次当你吞下一颗普通的胶囊时 不妨想一想 未来它可能会变得多么聪明 甚至能够在你体内为你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这不仅仅是一颗胶囊 这是一场医疗的革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音乐盒播放生命的旋律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和生命科学的粉丝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基因音乐盒 这可不是你家里那个转动小芭蕾舞者的古董 而是一种将我们的基因序列转化成旋律的神奇装置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DNA能够作曲 那会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是巴赫的副调还是笔薄的流行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播放生命旋律的奇妙世界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基因是什么 基因是生物体内储存遗传信息的单位 由DNA序列组成 这些序列就像是生命的乐谱 指导着我们的身体如何运作 现在有些聪明的科学家和音乐家想到了一个创意 既然基因序列可以告诉我们这魔多关于生命的事情 为是魔不把它们转化成音乐 让我们可以听听生命的声音呢 这就是基因音乐盒的概念诞生的地方 这个过程涉及到将DNA序列中的每个核甘酸 就是构成DNA的A、T、C和G对应到特定的音符 例如我们可以将A对应到C大调的C音 T对应到D音 C对应到E音 G对应到F音 当然 这只是一种简化的方法 实际上的转换过程可以更加复杂 涉及到节奏和声和音色的变化 想象一下 你的基因序列可能会被转化成一首悠扬的交响曲 或者一段轻快的爵士乐 每个人的基因序列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基因音乐也将是独特的 这不仅仅是一种新颖的艺术形式 也是一种全新的自我表达方式 当然 这里面还有很多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之处 比如 某些基因序列可能会对应到特别的旋律 这些旋律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特定的生物 血功能或疾病 这就像是音乐中的隐喻 让我们能够透过听觉 去理解和感受到生命的奥秘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忘记幽默的一面 想想看 如果你的基因序列转化出来的音乐听起来特别的怪异 那么你可以自豪地说 即使是在音乐上 你也是独一无二的 或者 如果你和你的伴侣都做了基因音乐和的转换 你们可以比较一下谁的基因旋律更加悦耳 或者甚至尝试将两者混合 创造出一首真正一意上的爱情二重奏 总之 基因音乐和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创新 它是一个跨学科的探索 一个将生命科学 信息技术和艺术 结合在一起的奇妙旅程 它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来欣赏 和理解生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一段奇特的旋律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那正是某个生物的DNA 在向你诉说它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科技创新 从藻类发电站到生物胶囊 再到基因音乐和 这些都是在绿色能源 医疗技术和艺术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变革 这些创新不仅仅是科学的成果 更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 藻类发电站是我们对自然的借力 利用藻类的光合作用产生能源 为我们的地球提供绿色 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 生物胶囊则是我们对于医疗技术的革命 让我们能够在体内随时随地 获得个性化的治疗服务 而基因乐和 则是将生命的基因序列转化成旋律 让我们通过听觉去理解和感受生命的奥秘 这些创新不仅仅是科技进步的体现 更是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 和对于生命的敬畏之情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同时也让我们反思 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 我们需要尊重自然 并将环境保护纳入我们的生活和发展中 最后 我想邀请你们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于这些创新的想法和看法 你认为 藻类发电站能够成为未来的主要能源来源吗 你对于生物胶囊的应用 有什么担忧或期待 你觉得 金一月和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吗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